題目說請求 x 的 12 次方除以 x 的 2 次方的余式是多少 那我先說一下 當然這個題目你可以用暴力檔 就是你把它先展開就變成 1 減 6 加 9 那問題是這裡寫是 x 的 12 次方 如果這是 12 次方的話 這裡已經變成 11 次方 10 9 8 也就是說你會不會補幾個0 至少補 12 個0 對不對 應該是 12 個0 對不對 所以變成說你要 52 個0 那你這樣算就算很久 對不對 所以這個題目呢 我不建議用這個暴力檔去算 好 那應該怎麼算呢 我們看一下 講那個記者過程之前我先問一個問題 如果我問的是請問 3871被刪除可以整除嗎 餘多少我先問 3871 對 我告訴你怎麼想好不好 你覺得3871有沒有等於3000 加870再加1 有吧 3000有沒有被三整圖 有 所以其實這個圖不會有餘數 870可以被三整圖 也可以 所以你不用管它 所以唯一的餘數是誰 1 主要是餘 我的意思說你可以把一個數字 一個很大聲拆成好幾個部分 好幾個部分對不對 然後用你最容易看得懂的方式去把它呈現出來 就是讓它的餘數是多少 好 那我這個講完之後 其實跟上面這裡是有一群同工之妙 為什麼 因為 x 的 12 次方 我要把它猜成 我把它猜成 x 減 3 再加 3 的 12 次方 這個看得懂嗎 這個方法有什麼方法你知道 這個方法叫做脫步子放屁 本來就是寫 x 12 次方 老師你幹嘛沒事神經病血的 減 3 加 3 對啊 我是故意的 為什麼呢 因為我要用什麼方法 你知道嗎 我用是 2 像是 D 0 這個就很像是 A 這個就很像是 D 其實事實上你合併之後還是 x 嘛 因為你先減 3 又加 3 對不對 那問題是這個展開之後是多少 這個展開 它應該是 c 12 取離 然後 x 減 3 的 12 次方 乘上 3 的 0 次方 對 3 的 0 次方 沒錯吧 看得懂嗎 然後再加上 c 12 取 1 x 減 3 的 11 次方 乘上 3 的 1 次方 然後 點點點點點點 最後一個是 c 12 取 12 x 減 3 的 0 次方 3 的 12 次方 c 12 取 12 可對 看得懂嗎 好 那我跟妳講一下 妳就會發現到什麼東西呢 妳發現到說 其實這一項妳就不用算了 為什麼 因為這一項一定可以被 x 減 3 的 2 次方 整出來 你怎麼知道 因為這裡是不是有個 x 減 3 的 12 次方 這個就可以被它除進了嘛 對不對 所以其他的那個是 c 12 取離 跟 3 次方 就不用管它 因為這邊可以整出來 所以換句話說 這個部分妳不用管它了 以此在這個妳不用管它 妳要管是管誰 妳要管是管這個跟前面那一個 為什麼 因為只有那兩項 x 減 3 的話 我分別是 1 次方跟 0 次方 看得懂嗎 懂不懂我講意思 因為我的次方 我要妳看這關在這個地方 x 減 3 的這個地方 我是從 12 次方 11 次方 19 87 60 因為他們裡面的每個都是 x 至少會有 x 減 3 的 6 次方 5 次方 對不對 你覺得這種 6 次方 可以被它整出 一定可以嘛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x 減 3 的 12 次方 11 次方 14 次方 9 次方 8 次方 6 次方 5 次方 4 次方 一直到 2 次方為止 聽懂嗎 所以我可以知道它的余式是多少 余式 就只有這一組 跟前面那一組 就是 c 12 取 11 的話 c 12 取 11 然後 x 減 3 的 1 次方 乘上 3 的 11 次方 以及 c 12 取 12 x 減 3 的 0 次方 加上 3 的 12 次方 這個超可能是我的語數 因為之前的話 那我不是至少是 2 次方 以上 這樣會嗎 會啦 所以答案的話 c 12 取 11 的話 其實是 12 隨便成了 12 乘上 x 減 3 再乘上 3 的 11 次方 然後這裡呢 是 c 12 取 12 是吧 1 啊這個是離次方嘛 就不用寫了 只剩下 3 的 12 次方 這個就可以當我的余式了 聽懂嗎 啊當然如果你要寫得更完整一點的話 你可以把它稍微調整一下 呃 調整的結果的話 我們怎麼調整呢 看一下喔 這個要給小小的地方注意 就是 這個 12 啊可不可以寫成 3 乘以 4 3 4 12嘛 然後把這個 3 跟這個 3 的 11 次方合在一起 就變多少 就變3 的 12 次方 所以這裡也有 3 的 12 次方 然後這個呢其實也可以有 3 的 12 次方 還是加 1 所以再加 1 所以答案就變成了 4x 減 11 乘上 3 的 12 次方 這個就是 2 次方 啊當然直接寫這個答案也可以啦 這邊只是化解的結果而已 未來齁 好這個禮拜請上去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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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